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律法的第二功用是 律法带来刑罚 使人们借对刑罚的恐惧而受约束不敢放肆 特别是对毫不在乎正直和公义的恶人 他们听到律法的可怕制裁 受威吓被迫停止犯罪 他们受约束限制不是因内心被律法感动影响 乃是如被缰绳勒住 拦阻他们的外在恶行 恶阻他们内心的败坏 不然他们必会无法无天地放纵恶行 律法的第二功用并非使他们在神面前变好或正直 世人因惧怕或羞耻的拦阻就不敢将内心的意图付诸实行 也不敢公开吐露自己的私欲狂流 然而 他们仍是不敬畏神 也不顺服他 事实上 他们越约束自己就越是欲火中烧 若不是对律法刑罚的畏惧 他们里面火热的情欲随时随地都可能爆发 不但如此 他们甚至邪恶地厌恶律法 并咒诅颁布律法的神 他们想尽办法要霸毒神 因为无论神吩咐他们行义或刑罚藐视他危言之人 他们都无法忍受 所有未重生之人都会感到 有的比较模糊 有的比较清楚 他们并非被吸引自愿遵守律法 乃是被强烈的畏惧所迫 违反己意 不敢行恶过分 感谢观看